本门由明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都知道韩国媒体 在夸赖人这方面 真的是丝毫都不含糊的 不管是谁 只要是能够获得韩国媒体的认可 那基本上也就是一顿猛夸的 相比之下 中国媒体在这方面就显得 含蓄多了 导致我们每一次看到韩媒的标题和文章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些浮夸和不切实际 不过这也就是他们的风格 习惯就好了 最近李静出席活动 中国媒体基本上 并没有怎么报道这件事情 因为在中国的娱乐圈来说 这好像并不能够算作 是什么太大的新闻 但是在韩媒那里 已经把李静夸上了天 韩媒用李静 引人夺目的大陆的微笑 还有李静 人偶的步伐 李静 把大陆迷住的美貌 等等来形容李静 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 因为在我们眼中 李静的颜值高 一直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没有这么浮夸风的去说而已 突然看到这样的标题 有点吓人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幸亏李静的颜值是高的 还可以抛住这样的标题 不然一定要被很多人嘲笑的 也有很多人说 在韩媒眼中 大陆的很多女明星的颜值 都是让人赞叹的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为的 之前看郑爽的电视剧 他们说郑爽美得以她糊涂 之后看刘亦菲的照片 又是感觉惊为天人 有网友表示 难道是因为韩国的天然美女太少了 所以才对大陆女艺人的颜值 发出这样的感叹吗 而李沁的颜值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 不说是惊为天人吧 但是也是五官精致小巧的类型 而且李沁的路人员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看见了这样的标题之后 并没有嘲笑她 反而是来庆幸她的颜值是可以的 这应该可以看出 李沁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 虽然也有人说李沁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美 却也都认可她的美貌 不知道你们觉得李沁的颜值 能够抛住韩媒的标题吗 本门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 转载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